是 包含就是sample.com 那包含VBA 还有就是我们后面会用到的 相关的就制定函数 都会在这个地方会出现 那你只要怎么样 懂得复制 懂得贴上 要贴到正确的位置 就可以work了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一段 底下的 从这个sub月考 到月考函数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暂时需要VBA 那我就把这一段 这几段程式 把它复制的 包含这个 这四段 复制贴过来 那其实就可以work了 那怎么work 我刚刚讲的东西 比如说VBA 我希望做出来 那当然我已经贴上了 你可以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按钮 特别注意 这个应该知道 开发人员里面 怎么把它叫出来 那贴的时候特别注意 我特别强调 预设没有模组 所以你们以后要贴记得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了 就是按右键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再把程式贴到这边来 就ok了 所以以后你只要有VBA的程式 你要记得先产生模组 再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网路上你google到很多人家写好的 如果你要让它work 很简单 你就把它复制 记得 你要看懂 如果是按钮的话 一定是sub到andersub 反正它的程序一定是这样的 那你有一个头 有个尾 贴上去 应该就可以work了 那再接下来 你要学习什么 学习就是里面 人家写了什么 也许 那个功能不是你要的 你要把它改成 你要的结果 我想大概就够了 至少你要会贴 至少要会改 那以后的话 慢慢多学了 学久了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懂得 拼拼臭臭 那臭久了之后的话 也许你慢慢就会自己可以写出东西来了 不过到最后那个阶段 应该是还不太容易的 可能没有个一段时间 应该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的就是说 希望在这边产生一个VBA 那我们的需求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产生一个VBA在这边 那当然我们 我刚刚有把各位 结果 那个程式给各位看过 那也许你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个什么 月考的一个什么 月考的一个按钮 那我的习惯是 这个应该有讲过吧 开发人员里面有一个按钮 插入一个按钮 表单按钮 然后他问你说呢 你的那个名称叫什么 我可以先把这个名称先复制一下 按确定 上面会有一个按钮2 那复制那个名称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这边可以少打两个字 我名称叫月考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这是完成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有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自动帮我把结果怎么样 放进来 这个前面好像讲过 按下去看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当然里面的那个小数点 如果你不要 你可以自行在由这边去把那个什么呢 小数点去掉 或者是说你在程式里面处理都可以了 那这是格式问题 那个可以自己再去做修设 如果你把格式改了之后 你再输出 它一定就没有小数点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的 我想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所以我现在只是把 那个前面的东西再稍微做个复习 刚才有提过嘛 所以你要怎么做这个按钮呢 第一个 我们是先跑一个回圈 所以公司都一样嘛 你固定SOP嘛 for I 等于 13 到 27 那这个 27 也许是不是固定的 你就可以从哪一个呢 从这个去追踪 追踪的方式那一行 请各位一定要务必要记起来 因为那个蛮重要的 就是 range A 13 有没有 然后点 end 然后刮弧 XL down 点 row 那个应该用了蛮多次的 应该有印象吧 那个最好是自己可以打出来了 自动去追踪这个范围 OK 第一个范围确定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去抓他的 sale 他的蓝 哪一蓝呢 DEF 然后个别乘上多少 0.3 然后再加上 这个蓝乘上0.3 有没有 再加上这个蓝乘上0.4 OK 然后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输出到哪一蓝呢 输出到 I 蓝 所以记得把 I 蓝写前面嘛 应该前面有多的写过啊 如果你回家 有在练习过的 应该不陌生 那如果你觉得陌生 表示你回家没练习 OK 所以这样应该有 有那个嘛 程式可以写出来 然后我们写完之后 因为我前面写过了 所以我就把最后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我不再重写了 因为都差不多一样的话 第一个给范围 写法就 for i 等于13到 range a 13 我刚有图示 然后呢 这个后面怎么打出来的 我也 demo 过很多次 点 end 有没有 你就选这个 end 刮弧 然后 xl down 再刮弧 点取得它的列号 好有没有 这个都做过了 而且不用死背了 就是说点下去 它会自动出来 最好是不要自己从头打到尾 因为从头打到尾 会比较容易出错 尽量用选的 因为选的 表示他给你的应该就不是会错 应该不会有错误的可能性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打完之后就OK了 至于怎么做 我建议看完之后的话 自己动手做 做OK了 那表示你以后呢 就照着这样的方式来做 我想应该你做个两次 三次四次以后的话 这个应该就不会忘记了 以后的话就跟习惯性动作一样 OK 再来的话呢 把结果输出到 i 栏 那其实我们做法是习惯的 这样看着 看着有没有 然后呢 就去撰写 输出到 i 栏 写在前面 那基本上都是会借由一个物件 叫做 sales sales应该有没有 应该慢慢会对他很熟悉的吧 其实我们前面做了非常多 跟 sales有关的 刮幅之后 你要告诉他哪一列 后面逗点哪一栏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他的叙述要写到这边 到这个范围 他的叙述就是这样子 那因为他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嘛 对 所以13到最后一个嘛 有没有 那列号 这个指的是一个变数 变数就是会改变 会一直跟着 会一直跟着